河南千年一遇洪灾 通讯中断 伤亡恐怖 不畏盈威 立陶宛反共领头羊再创先例 贝佐斯飞越卡门线 十分钟后安全着陆 阿里敏感时机 联合创始人豪志1.57亿 购纽约豪宅 7月20日河南省多地遭遇大范围创纪录强降雨 郑州市提升防汛应急响应至一级 几乎所有的河流水位暴涨 目前已有17座大中型水库超训限水位 郑州洪水倒灌地铁变成河流 登峰许多小区被腌制一楼 汝州 汞义等地多个村庄出现了洪水 通讯中断 累积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9200多公顷 官方声称特大暴雨超千年一遇 但并未有通报死亡数据 早前有中国国内媒体报道称 郑州市政府宣布进入特大自然灾害一级战备状态 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很快又否认了这一消息 陆媒报道 郑州气象局对这次特大暴雨 做了一个数据的梳理和总结 郑州20日16时至17时 一个小时的降雨量达到了201.9毫米 19日20日到20日20日单日降雨量552.5毫米 17日20时到20日20时三天的过程降雨量617.1毫米 其中小时降雨单日降水均已突破了 自1951年郑州建战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 郑州气象局称 郑州常年平均全年降雨量为640.8毫米 相当于这三天下了以往一年的量 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 小时降雨日降水的概率 从现期通过分布曲线拟合来看 都是超千年一遇的 陆媒报道 河南省公益市米河镇内一片汪洋 米河镇多名居民称截止下午六时许 当地雨还在下 楼房被淹 汽车被冲走 全镇断电 巩益多地村民上网求救 一名米河镇网友说 他家在山洪下来的河旁边 家人失联 记者拨打巩益市米河镇多个手机和固定电话都不通 另外 网传视频显示 河南平顶山 汝州也发生了洪涝 房屋被淹 多辆车被冲走 某马新闻报道指 河南汝州 季廖镇 街头车辆也纷纷被冲走 当地居民还说有孩子被冲走 两个孩子都冲走了 有一个孩子挂到树上 被捞上来 有一个孩子被冲走了 家长没找到 河里面的水很深 我看电线杆都在河里面倒着 那没办法修 总得等那个河水下去 网友发视频说 有人已经死了 生命如此卑微而脆弱 却人事主要靠自救 那么装备精良的现代化的智慧城市 竟然经不起一场雨的考验 当地官方公布 多条铁路 公路 运输停驶 航班大范围取消 力铁全线停运 还有视频显示 有人被洪水冲走 有人在水中挣扎 台湾7月20日宣布将在立陶宛设立台湾代表处 中华民国台湾总统蔡英文也预告 立陶宛也将在今年秋天在台设办事处 双方关系升温 引发各界关注 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今天推文表示 美国欢迎台湾不断拓展国际伙伴关系 及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 英国《大报泰晤时报》刊登评论直言 立陶宛是反共领头羊 其对抗独裁统治的精神值得各国学习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献 20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宣布 拓展中东欧地区实质关系 经双方政府协商同意台湾将在立陶宛首都 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这是台湾在欧洲首个以台湾为名设立的外观 也是继2003年斯洛伐克后 相隔18年后再次在欧洲设立代表处 学者分析 这是开创下在中共邦交国设台湾代表处的先例 意义非凡 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政府宣布后 随机发表声明表示肯定 AIT指出所有国家都应享有与台湾缔结 更紧密关系及拓展合作的自由 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 主要的经济体 也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 美国始终致力于以符合美国一中政策的方式支持台湾 我们与朋友及盟友站在一起 蔡英文20日也预告立陶宛 也将在今年秋天再台设办事处 对此英国大报《泰晤时报》刊登评论直言 立陶宛是反共领头羊 其对抗独裁统治的精神值得各国学习 英国安全专家《泰晤时报》专家作者 卢卡斯发表评论直言 欧盟、欧洲如德、法、英等国家的对中政策 普遍让人失望 波兰、乌克兰等曾经历共产统治的国家 自然不用多说 至今人不时与中共交好 相比之下 立陶宛不为中共淫威的态度显得独树一致 卢卡斯大赞同样历经共产统治的立陶宛 坚定追求守护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 这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小国 不仅为白俄罗斯、俄罗斯等临近国家的异议人士提供安身之处 接下来也将为港人提供人道签证 因反对中共打压新疆遭中方制裁的立陶宛议员 萨卡利埃内今天还强调 我们都是民主小国 都与血腥专制的政权相邻 但都不会轻易被吓退 卢卡斯透露中共与中东欧国家的17加1合作机制 在今年2月曾召开峰会 当时中共强制要求相关中东欧国家务必派总统或总理出席 让不少相关国家不爽在心里 而率先出来领导其他国家反对中方要求的就是立陶宛 卢卡斯大赞立陶宛俨然是反共领头羊 政府的对外政策普遍获立陶宛民众支持 成功在世界各地圈粉 卢卡斯呼吁热爱自由的立陶宛值得更多盟友力挺 反对独裁统治的精神也值得各国学习 7月20日 美国企业家世界最大电商亚马逊网站的创建者杰夫·贝佐斯 乘坐新谢波德号太空飞行器在地球亚轨道上飞行10分钟 实现了他的太空旅行梦想 贝佐斯在德克萨斯州范霍恩火箭发射基地着陆后说 这是最棒的日子 这也是新谢波德号首次载人飞行 该飞行器是以美国第一个宇航员艾伦·谢波德的名字命名 贝佐斯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乘坐的这个飞行器 是20日上午9时在德克萨斯州沙漠上的一个发射基地点火升空的 它成为世界第二名自费进驻太空旅行的亿万富翁 在与火箭脱离之前 飞行器以三倍余音速的速度 在地球上空飞行三至四分钟 给贝佐斯等人提供感受失重的感觉 然后飞行器返回大气层 使用降落伞在发射基地附近着陆 与此同时 火箭将在几公里外自动垂直着陆 新谢波德号飞行器是由贝佐斯本人 在200年创办的蓝色起源公司建造的 他们这次旅行的目的是创建可供人们生活和工作的 永久性太空殖民地 与贝佐斯同行的三人是 贝佐斯的弟弟马克·贝佐斯 82岁的女飞行员沃利·芬克 以及一名18岁的父费旅客奥利弗·戴曼 他们是参与太空旅行的最年长和最年轻的旅行者 贝佐斯希望 新谢波德号到达离地球106公里的高度 超过国际航空航天联合会认可的太空旅行的门槛 距离地球100公里的卡门线 同时也超过了英国亿万富翁 理查德布兰森等六人乘坐的 维珍银河火箭动力太空飞机 在7月11日到达的距离地球85公里的高度 贝佐斯自从既在年轻时观看了阿波罗登月的众局后 就对太空旅行非常痴迷 他立志要在阿波罗登月的历史事件52周年的时候 实现太空旅行 贝佐斯在19日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他的目标不是与布兰森竞争 而是要建立起通向太空的通道 让子孙后代能够在太空从事 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是蓝色起源公司进行的首次载人飞行 之前这家公司已经用新谢波德号飞行器 进行过15次试验飞行 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博史密斯表示 如果周二的飞行成功 新谢波德号飞行器还要进行两次载人飞行 蓝色起源公司还要建造一个更大的火箭 新格兰号 这是按照美国第一位实现绕月球飞行的宇航员 约翰格兰的名字命名的 在阿里巴巴被中共审查 公司高层低调隐身之际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被曝出 用1.575亿美元巨款购买麦哈顿豪华公寓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最昂贵的房产交易 CNBC7月19日引用据知情人士的话说 蔡崇信通过两笔交易购买了中央公园 南220号的两套全层公寓 目前蔡依然是阿里巴巴的执行副主席和第二大股东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 蔡的身家约为100亿美元 蔡崇信购买的是美国有史以来售出的第三贵的房屋 而美国有史以来售出过最昂贵的房屋也位于同一栋楼内 那就是美国企业家和避险基金经理肯格兰芬在2019年 以2.38亿美元的价格购买的从51到53共4层楼 蔡崇信购买的是60层和61层 在那里可以将中央公园和麦哈顿中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该交易还包括位于18楼的单间公寓可能供员工使用 蔡崇信在麦哈顿一致千金的时候正值中共打击阿里巴巴等科技企业的敏感时期 自10月以来阿里巴巴股价下跌了三分之一 在中共强制蚂蚁金服不能上市之后 阿里创办人马云和蔡崇信已隐身多时退出了公众事件 蔡出生于台湾在新泽西州上学 并于1990年代中期在纽约生活和工作 担任律师和私募股权高管 她持有加拿大和香港护照 蔡于2017年购买了布鲁克林蓝网队的少数股权 并在2019年购买了球队的其他部分 以及巴克莱中心的经营权 总价超过30亿美元 蔡还担任NBA中国大陆的董事会成员 并拥有WNBA的纽约自由队 好了 以上是本期《妄为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